大家好 我是乖修缠 这个视频呢 咱们点评一下 像天赐材料 永泰科技 龙攀科技 技术点评 请过参考 补涨逻辑哪家强 首先呢 在6月6号的时候呢 当时对于理念词 给出点评 当时的态度的话呢 对于一些短期翻倍的 以及200类型的高标类型的购物 尽量不去追 那么同时的话呢 如果说本身有一级支撑 同时的话呢 近期刚刚走出底部的小平台突破的 可以用补涨的逻辑去跟 当时的话呢 给出的像天气理业 盖风理业 盛心理能 是属于什么呢 是属于有一定涨幅 相比较而言 像永泰科技 天赐材料 对应的话呢 它是属于底位 刚刚启动 并小平台突破 那么我们来看啊 当前的话呢 那么对于列度像天赐材料 天赐材料这一支个股呢 当时从基本面的一个视角来讲 它的业绩是 强有力的支撑 2021年 业绩的话呢 都在翻倍以上 2022年的一季度 它的经利润增长率呢 也是达到422% 一中呢 它是业绩有支撑的 在业绩有支撑的前提之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在2022年6月9号 天赐材料 倪2.5亿元至5亿元 回购股份 这些的话呢 对于该股来讲都是一种提振 那么回购价不超过50元每股 那么当前的话呢 像今天也不过是46块6的位置 那么对于这些个股的话呢 咱们再回归到技术面本身 技术面本身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从均线的系统来去看 均线系统的话呢 咱们在前面点评的基点的话呢 首先从周开的一个视角来讲 它是连续的阴阳交替 但是呢 五轴均线和十轴均线 已经刚刚形成了黄金交叉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女上位的状态 那么从日线的一个层面来讲的话呢 咱们前面对它的一个态度是属于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小的平台的一个突破 小平台突破之后的话呢 后面用单阳不破的视角去跟 回落单阳不破 然后呢 也不破前面这样的小的平台 那么后面怎么去观察呢 用禅令结构的一个视角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对应的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这是一笔上一笔下 当前的话呢 可以把它立即一笔上的发展当中 那么从分钟级别的组织结构来讲 这是一个五分钟组织上 这是一个五分钟组织下 当前的话呢 是一个五分钟走势的发展当中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新的五分钟组织练 那么我们用五分钟的走势结构来进行看待 会更加的清晰 也就是说呢 从32块4毛4以来的走势推演来讲 对应的 首先从同级别分解的一个视角来讲 前面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五分钟的走势类型上 这是一个五分钟组织的影像 那么当前的话呢 可以把它理解为五分钟组织类型上的发展当中 那么当前这个基点的话呢 可以把它理解为五分钟现在回落 连前面的半分位都没有进入 也没有也没有破前面这样的一个小的平台的上演 那么从五分钟组织类型来看的话呢 是可以以这个位置作为新的观察点来讲 这个位置可以当成五分钟的级别的二点买点 五分钟级别二点买点之后的话呢 那么当前可以观察和跟踪形成新的五分钟的周数 而后呢再观察 向上离开段 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推演和跟踪 如果说呢这个基点走完五分钟组织类型 如果说呢它以盘整上的方式走完 和它前面有背词 那么它是对应的是五分钟的买点和卖点之间的转化 后面的话呢再给一个五分钟的反向运动 反向运动只要不破前面的地点 那么它又可以可以生长为三十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中枢来去看待 就说呢它比较适合用这种低吸高抛的一个视角来进行跟 好这是天赤材料当前的一个跟踪的视角 但是这个位置如果说弱 什么意思呢 这个位置反弹 好前面的高点呢 要么是刚刚摸一下前面的高点的一个位置 而后的话呢 它与它之间呈现这样的一个 线段与线段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背词关系 背词关系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考验的是回落前低破不破 不破前低 五分钟现在回落 它是新的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二买 如果说呢破前面低连 那么呢要防范一个 反五分钟的 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类型下 完全可以直接组件三十分钟书来进行看待 那么从它的一个走势的 从买卖点的一个级别来去看待 从三十二块四毛四 这是五分钟组列行上 这是五分钟组列行下 那么这个节点的话可以当成一个三十分钟级别二类买点 好 那么对应的例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反弹回落 反弹回落 像这样的节点可以当成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和 类二买 那么这个位置回落的话呢 相比于前面这样的一个 前面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分解来看 它可以作为新的五分钟级别二类买点 就是当前的反弹的话呢 对应的向上 那么呢可以把它 对比这一段和前面是否被迟 然后呢如果组件新的五分钟中输的话呢 只要不破前面的低点 那么对应呢可以把它当成五分钟的 类二买去处理 好 如果说再往上呢一旦有被迟 那么呢随时买点和卖点的转换 如果说呢后面再走一个新的反向的五分钟的 走势类型下的回落 内部有被迟 不破前面低点 那么像这样的几点 它是属于三十分钟级别的二买和内二买的 这样的一个视角 就是五分钟的被迟一买和 三十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像公正的一个节点 如果说更强的表达的话呢 这个位置像上和前面没有被迟 那么呢可以观察新的五分钟的 三类买点的触发条件 这是它的一个推演 然后用结合的基本面有公正 然后位置层面来讲的话呢 周日的这样的一个均线公正 再用长连结构的话呢 可以用低级高波的视角去跟 好这是天赐材料 那么我们再来看 永泰科技 那么永泰科技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首先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进出发的话呢 它也是属于有业绩支撑 这个业绩支撑的话呢 在2022年的年报 以及2021年的年报 以及2022年的一季度 它的业绩呢是明显有增长 那么像2022年的一季度 净利润增长了434% 也说呢一级是有提振的 也有提振的从81块03的位置下跌 跌到前面低点的话呢 跌到21块4毛5 那么当前我们来看 像这类个股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从周线的一个层面来讲 它也是五周均线和十周均线 刚刚形成金叉的 这样的一个刚刚要形成金叉 好 目前位置的还没有上川 但是的话呢 它是属于 可以把它作为小的平台的一个突破 这个小平 这是从日线层面来进行看待的 日线层面来讲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前面呢也是可以把这个位置呢 当成一个小的平台尝试 在进行突破的一个节点 那么对应的 从6月6号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对应的也是用单阳不破的 是要去跟 好 这是永泰科技 那么对待智内个股的跟踪进点 一 它本身呢 没有明显的涨幅 二的话呢 一亿级有支撑 那么在智内个股的一个关照节点的话呢 可以把列宋呢 把它前面的 低点和低点相连 当成它的一个趋势之声来进观察 那么趋势之声来进观察的话呢 那么在6月6号的一根 长阳 包括今天的这一根中阳 那么呢 把它的阳线的七站的一个节点 当成它的一个防守位 列宋呢 用低吸高抛的视角去跟 如果说呢 把这样的一个 6月6号的阳线实体给跌破 下方的低点和低点相连 趋势之声给跌破 那么对应的就是一个纠错的条件 好 这是永泰科技 那么对应的再来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像龙潘科技 龙潘科技对应的一个表现呢 今天是属于手板的一个表达 那么同样像之类给我 同样从基本面的一个视角出发 它也是有意义之声 有意义之声 再结合它本身的技术层面的表达 技术层面表达的 从军线的一个视角来看 从周开的维度来讲的话呢 它前面是沿着五周军线 五周十周属于这样的一个空头状态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是五周十周属于金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金叉状态当中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前面的经历经历 周开的阴阳交替 那么呢当前的一个表达 本周的话呢 它对应的是一个小平台的一个突破 好 那么后面跟踪的几点的话 手周开的话手周开的五军即可 五周军线 那么周四开的一个视角来近看待的话呢 那么对于它的一个表现来讲 对应的 它也是呢 一个掌停板的方式 突破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小的平台 小的平台的话呢 在三十四元一带 所以说后面呢 跟踪期待三十四元的位置呢 也是在五军线的位置附近 所以说呢 对待这只个股的后面跟踪的界点 可以用一 先用单阳不破的视角去跟 就能以今天掌停板七涨的位置 例如说呢 在三十二元作为一个纠错条件 如果说后面震荡给靠近五军的机会 是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 低吸高抛的这样的一个节点 来进行跟踪和观察 但是呢 我们再结合残论结构 那么残论结构的话呢 当前它的表达实际上 还属于日线的线端上 那么三十分钟层面来讲的话呢 它对应的是一个三十分钟的 走势类型上 这个三十分钟的走势类型上的话呢 那么当前 表现的是属于三十分钟中枢的震荡 然而当前在尝试走向上的离开段 用这样的维度去跟 好 那么如果说用五分钟的通级别分解 来进行观察的话呢 会更加的简单 这个更加简单的话呢 就是对应的 我们来看 从二十四块二毛八 五分钟走势类型上 五分钟走势类型下 五分钟的走势类型上 五分钟的走势类型下 当前的一个分解的话呢 五分钟上 五分钟下 这个位置呢 可以理解为向上的未完成 好 也可以呢 把这个位置当成一个当成一个中枢的震荡整理 只要说呢 后面的回落保持单阳不破 甚至连前面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上演 在三十四元的位置都不破 还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五分钟的三零买点来进行处理和更入 好 这是龙攀科技的一个记者表达 那么对应的 例如像 天 其 礼业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虽然说从六月六号之后 当前的话呢 也是不断的给出新高的 但是他从五十八涨到当前一百一十二 对待这类个股来讲 咱们前面对他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 没有的 不要 不要去追 防范 高位站岗防范去追高 有追高之前 他也不符合交易方法当中的买点 但是呢 有的话呢 顶着手下五分而已 好 一说呢 对于能源车方向 对于离电池方向的话呢 对于指数而言 收入军 对于个股来讲的话呢 那么 足以高低切换的一个视角 就是呢 短期翻倍的 以及呢 两百例行的个股 那么呢 谨慎 不要去追高 如果说呢 对于小平台刚刚突破 那么呢 一有支撑 可以用部长的逻辑呢 低系高抛的视角 结合财轮结构 其实可以去跟 但是呢 一定要有自己的九所条件 设置来进行 来进行看待 好 来进行 作为这样的纪律的一个保护 好 这是咱们今天 点评的一个内容 以上呢 只作为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 不作为买卖依据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